我觉得网上对我最多的一个称呼应该就是一个法师吧 对不对 我觉得我的歌迷挺辛苦的 说实话 那我就在想 那是不是我真的技术太差了 就是我的能力太差了 鸟巢第一人嘛 不是为了第一而第一 就是说能不能做到极致 在这个想法里面做大做强嘛 小小的故意就是说 比如说第一是一个体力问题 然后那第二就是成本问题 那至于这个成本该怎么形容呢 比如说我们的五美灯光这一块 可能应该是正常鸟巢的演唱会的灯光 至少得是四倍了吧 应该是破了个人演唱会的五美的记录了 我非常明确告诉你 鸟巢目前我们是四面台 意味着是两场全部卖完 成本回不来 这个我可以说吗 透露了很多内部信息 你讲的就是我以前的理念是 我创作作品我不表达 我不解释 比如说那个最受伤的作品就是那个 《I》 其实大家很多人觉得 这个音乐也很吓人 人间音乐 但其实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确实是想让大家害怕这个作品 我第一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是跟现场的观众我说的 这首歌可能会听有点难受 如果大家听了一下听不下去的话可以把耳朵捂起来 所以大家说这些东西之后 我觉得那我是可以再去反思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够再调整调整 我前三张专辑其实基本上没太讨论过我的创作是为什么在写这首歌 然后我到第四章 尤其是第五章专辑开始 我纪念这张专辑 我每一首歌发表的时候 我都会写一篇文字 然后来去讲我这个作品在讲什么 10年前刚出道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觉得我不care这个事情 我根本不在意 你们不懂我作品 那是你们不懂 那总有人懂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争议变得非常大的时候 就是它成为了一个 我和我的歌迷都在经历的一个现状的时候 当你的生活重心完全变成了 你每天只要一上网或怎么样 都在去跟别人解释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 就是刚刚说本末倒置 我觉得我的歌迷挺辛苦的 说实话 然后我觉得他们要不断的为这些争议 不断的去跟很多人去解释 我不希望他们太这么辛苦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应该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精进一下自己的能力这样 做一些大家能够在不离开表达自我的情况下 去写一些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些作品 因为我觉得我们创作者 创作作品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大家有影响 重新写矮这个主题的话 至少我觉得可能不会那么的 可能让大家觉得这么的怪 高音这个东西是我歌曲里面的一个部分 我的音域确实很宽那没办法 就是我的音域就在这一块 我有时候会写些音域比较短的歌 这样两个调你就能唱了 就是非常简单 只是我的声线在那 可能在大家眼里听到 好像有一张狗可能就是在一个 我唱不上去的位置 如果照这样说的话 很多女生的歌男生不也唱不了吗 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样两个调 这都很好理解 因为我也有唱不上去的歌 但这个可能确实给大家造成这样一个误解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那些表演方式 都会根据不同的作品来去表达 如果我要唱一首非常慢的歌 我的表演方式肯定自然而然 就是一个在唱慢歌的人的状态 比较特殊的一些歌曲 它要有特殊的表演方式的时候 容易被互联网容易放大化 然后就快速的传播 我觉得网上对我最多的一个称呼 应该就是法师 我一开始不是太听懂法师 我以前小时候觉得法师挺酷的 我说法师 为什么是法师呢 后来我就看了一下大家的一个解释 为什么是法师 意思就是说 我有一些舞台上的表演 肢体很夸张 或者是唱癌作品的时候 有时候会歌有点什么阴间音乐的感觉 我觉得既然已经把它形容成癌细胞了 音乐也是那样的 我觉得可能它在肢体上 其实是要夸张化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次翻唱了Eason的浮夸 然后说我在舞台上 也是肢体太浮夸了 像他做法一样 如果我站得不动地唱的话 我觉得可能才是奇怪的 但我也能理解 因为公众人物 可能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所有东西被放大化之后 大家就喜欢去娱乐化你 调侃你 但肢体夸张 确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表达 浮夸那个歌其实很搞笑 其实我是穿皮鞋太滑了 自己摔了一脚 我坐地上我就顺势 我就趴地上唱了 因为在状态里面 演唱会的导演都问我说 那是你设计的吗 我说我真的摔了一脚 而且还挺痛的 但我因为那是第一次在广东地区开演唱会 乐语歌我确实喜欢的很多 但我其实一直很喜欢浮夸那首歌 我很认真的学乐语了 但我真的没有语言天赋 所以这一点也怪我自己 然后发音确实没有很标准 我觉得浮夸这首歌经历过一切 看透一切生死 就是小丑的那种感觉 你们觉得我是小丑是吗 但其实你们都不知道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就这种感觉 在表达这个作品 没办法让大家见笑了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情 是不是我做的哪儿 有点太夸张了 因为确实这是我给别人的印象 这就是我实打实做出来的所有的行为 我觉得这种风格 我就愿意接受这种称号 我就当个音乐魔法师 我就是综艺节目出道的 我不是一个被那种所谓的星探发掘 然后发唱片 然后突然一下出道的人 我就是参加综艺选秀比赛出道 拿冠军出道的人 大家第一次见到我是通过电视看到我的 我不会排斥这个事情 唱歌的时候是我真实状态 我综艺节目是一个状态 我有看到有些人会说原来你私下是这样的 不唱歌它是那样的 然后或者有时候我私下有时候直播 然后我跟朋友打游戏 可能有时候也会说一些口头柴味 那一定是你真实的 你不可能扮演另一个人 可能有这个可能性 但我没有排斥这个事情 有一些歌应该也还可以 我觉得那么多人就是说称呼我什么法师不都是音乐矮吗 包括一些《烟火也尘埃》这些 就是《横下来这个世界》这些歌 我其实挺知道市场的 是想要什么 比如我参加综艺节目音乐节目的时候 我改编那些歌曲 就是最后能赢 其实这个就是市场 那我也知道我写什么样的歌能够非常快速的 短时间之内能够快速火快速能赚到钱 但那个作品实在是过不了我内心的这一关 绿坛上吗 我没有思考过我是极流歌手 《歌王》这个事情 其实当时我说实话 我内心还是也会有一点点 也会有一点 有点 害怕吧 包括我近两年也有上过一些节目 我有看了很多民歌的那种歌唱家们 他们真的就是好厉害 我觉得我要学的东西还太多了 这十年来 我有看过《反馈》 就是算是有受到过很大的争议的 那我也会去理解啊 是不是我有一些作品写的有点太听不懂了 那大家不愿意去听这样的作品 ok 那我就在想那是不是我真的技术太差了 就是我的能力太差了 然后我就开始反思检讨我自己 有一个矛盾点在于 我又参加的所有的节目比赛也好 我最后都是要不就冠军 要不就亚军 就是这些成绩又告诉我说 我好像没那么差 然后开演唱会 然后好像说 其实就是一对人说 他现在这样他还有人听他音乐吗 可是开演唱会会有一个实打实的 一个票房数据告诉我说 还是有人愿意听我的音乐 那这些东西就会让我又产生了一个矛盾点 就是好像真的是有很多人是支持我的 但有很多人是真的讨厌我 这两部分人可能都是很庞大的一个群体 那我要去权衡这个就有点难 那我总结出来的一个答案就是 我绝不能辜负喜欢我的人 我必须在做华晨宇的音乐基础前提下 我可以去努力的去让自己的音乐 是不是能够让这些讨厌我的人去能够慢慢能听得懂 华晨宇似乎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坦诚 坦诚地接受争议 坦诚地愿意把一切摊开讨论 他经常提到反思两字 努力地想在庞大的诋毁与庞大的支持之间寻找平衡 他会因争议而妥协 但也依然有无法消失的自我 而那些骄傲就继续被他写在歌里 不管外界声音如何 也要唱着自己的歌 今天的台广人就不喜欢问到 这问题是哪个歌 这不喜欢问到的问题啊 你们没有问到任何一条我不喜欢 我确实有不喜欢的问题 但是没有人问过我 那我当然不能说出来 所以我觉得今天采访整个过程当中我还挺开心的